大家好,我是水彩老师Kim 曾在欧米亚开设颇受好评的 法式甜点水彩课绘画课程 我热爱美食,特别喜爱用手绘方式 记录日常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我最擅长运用水彩素描进行创作 这次我要以巴黎厨房法式青石为新的绘画主题 无论是描绘浓郁奶香的奶黄色起司 搭配晶莹剔透的红橙色果酱 还是外皮酥脆微焦香的法国长棍面包 搭配厨房窗边时常种植摆放的迷迭香香料盆栽 餐桌的玫瑰或百合水仙花儿门 让家中厨房餐桌画面更显得赏心悦目 课程教学主要分为两大主题方向 主题一,基本素描 我会说明针对水彩画铅笔打稿的方法与技巧 主题二,开始上色与步骤 练习如何调出美味青石与清新植栽花卉的颜色 课程影片中不仅会讲解多种常用的水彩技法 让初学者快速上手,打好水彩基础 还深入探讨了一些绘画中常见的问题 并提供了实用的解决方法 例如,铅笔打稿的技巧 叠色时如何使颜色不变脏 不同美食的质感应该怎么样表现 以及让画面保持平衡的关键是什么等等技巧 透过系统性,不同难易度的来学习这堂课 一定能帮助大家提升绘画技巧 体会到用水彩来描绘美好日常的乐趣 欢迎喜爱美食与绘画的朋友们 一起加入这堂全新水彩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